至于行政院副秘書長肖家綺的辦公室 昨天才被網友送來一千多個太陽餅 就連我國女網好手謝淑薇也在網路上哭手 說呢 其實這個太陽餅是他拿走的 引發了部分網友批評 而今天人在立法院靜坐的謝淑薇父親 謝子龍就趕快滅火 表示謝淑薇只是聲援學生 大家不要那麼嚴肅 要是屬於正義的東西 他都喜歡發表他自己的一些看法 他有比較獨特的看法 這麼肅殺氣氛 來點比較沒有那麼嚴肅的 緩解一下大家的情緒 我覺得這也蠻好的 大家不要把這個事情看得那麼嚴肅 人在國外比賽的謝淑薇 在臉書上放上了一張自己和太陽餅的自拍照 還說其實太陽餅是他拿走的 原本是Kuso的做法 但卻引發了網友不滿 留言說偷竊是可恥的 謝淑薇做了最壞的示範 不過也有網友支持謝淑薇 謝子龍表示呢 女兒只是開開玩笑 自娛愚人 謝子龍自己則是在立法院靜坐 婦女兩人分頭 用實際的行動來支持抗議學生